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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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西斯科利夫一锦还乡 他精心设计立场赌局 让亨德雷倾家荡产 沦为奴隶 西斯科利夫则摇身一变 成为呼叫山庄新主人 对亨德雷呼来和去 拳脚相加 亨德雷哪里受过这般羞辱 他整日酗酒 很快不止身亡 西斯科利夫若无其事的 对凯瑟琳发起温柔公事 他明知凯瑟琳已为人妻 还整天找他优惠等凯瑟琳爱上自己后 西斯科利夫却和他的小姑子伊莎贝拉谈起了恋爱 两人经常在凯瑟琳面前轻轻握握大秀恩爱 西斯科利夫甚至不顾凯瑟琳阻拦 娶了伊莎贝拉为妻 凯瑟琳被西斯科利夫伤透了心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很快郁郁而终 听闻凯瑟琳的死讯 西斯科利夫这才感觉到 内心仿佛被剪刀捅开一个大口子 原来他最爱的人 始终都是凯瑟琳 之所以娶伊莎贝拉 不过想让凯瑟琳 常常爱而不得的痛苦罢了 西斯科利夫无法从失去凯瑟琳的悲痛中走出来 他出现了幻觉 经常看到爱人的灵魂在荒野游荡他相思成疾 屡屡挖开凯瑟琳的坟墓 抱着白骨失声痛哭 富甲归来的他 本可以过着几一遇事的安逸日子 却偏偏在丧心病况的复仇中 自食恶果 我们替西斯科利夫感到不值 可反观现实 谁身上没有他的影子 被死对头暗算 便绞尽脑汁给对方事半 造性上人背叛 便处心积虑 让对方难堪 执意与仇人硬碰硬 消耗的是满腔心力 招惹的是一身是非你 越是想着以牙还牙 越容易因一失气血上头 闹得两败俱伤 美国作家杰伊 谢迪说得好 人生是一场轮回 所有报复都会带来反噬 和小人稚气不能破除命运的困局 事事雅自必报 只会让你永远生活在阴暗之中 若不想沦为怨恨的囚徒 就别歇斯底里的想要报复 否则贪图一时的快一酿的 也是一时的悲剧 而不在乎是最狠的报复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有句经典台词 一生当中 你会碰到很多混蛋 他们伤害你 是因为他们愚蠢 你不必回应他们的恶意 同样面对伤害 亨德雷的儿子哈利顿 给出了和西斯科利夫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亨德雷死后 长达二十年间 哈利顿曾经一直是西斯科利夫 发泄仇恨的靶子 他被西斯科利夫禁止读书 诗字 每天只能像牲口般干活 直到凯瑟琳的女儿凯茜出现 这才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的世界 那天 哈利顿从农舍里出来 意外撞见十六岁的凯茜 骑着小马误闯庄园 两个年轻人很快熟络了起来 凯茜在哈利顿面前侃侃而谈 她的美丽和博学 如烟花引然倒现 在哈利顿心中 展开悸动的火花 哈利顿渴望成为凯茜那样知书达理的人 可西斯科利夫怎会容许这样的事 发生他故意不教哈利顿认字 当哈利顿被人嫌弃是大字不识的白痴时 他就在一旁大声痴笑 刺伤哈利顿自尊心 看着哈利顿出镜阳向西斯科利夫笑道 亨德雷当初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他儿子 看着哈利顿变得难堪 真是一种乐子 西斯科利夫没想到 哈利顿背着他收藏了一屋子的书 每天干完活他就待在房间里认字 学习西斯科利夫的羞辱 哈利顿根本没放在心上 他满心满意 只想追上凯倩的步伐 一天凯倩当着哈利顿的面 爆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凯倩早已从上一辈口中得知 呼啸山庄原本属于亨德雷父子所有 是西斯科利夫掠夺了原本属于哈利顿的钱和徒弟 意外的是哈利顿听完并没有生气 他平静地说 西斯科利夫就像父亲一般 将自己养育成人 即便西斯科利夫居心不良 他也不愿与他反目成仇 读书让哈利顿走出了蒙昧粗粗的影子 他不计较伤害 不是因为原谅 而是因为已经不在乎了最有力量的报复 不一定是拔刀相想 而是变成坚不可摧的自己 从容地面对风轻雨袭 成年人的世界 谁不曾被恶意的鸣枪按键 划破一山 刺伤血肉 对伤害耿耿于怀 只能反复咀嚼痛苦 把人生拖入恶性循环 对烂人不屑一顾 才能摆脱怨恨前置 走好脚下的路 行走时间 不是所有挑衅 都要回应 也不是所有恶意 都要针锋相对 把怨愤搁置一旁 心无旁骛精进自身 你终将设计而上 冷眼俯瞰所有伤害过你的人 三 放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书里 西斯科里夫 不仅把仇恨的魔爪伸向哈里顿 还伸向了凯瑟琳的女儿凯倩 当年凯瑟琳令假他人 西斯科里夫一直怀恨于心 每次看到和凯瑟琳容貌相似的凯倩 他就会想起 凯瑟琳当年对自己的背叛 为了掌控凯瑟的家产 西斯科里夫把凯瑟偏到呼啸山庄 逼迫他嫁给儿子小林顿 他还威胁凯瑟 如果不答应结婚 就永远别想回去探望他病重的父亲 凯瑟迫于压力 答应了西斯科里夫的要求 他和小林顿结婚当晚 西斯科里夫如愿以偿 拿到了凯瑟的财产 复仇得逞了 西斯科里夫却高兴不起来 他的儿子小林顿 因为良心不安 郁郁而终 妻子伊莎贝拉 也因为他的暴力性格 方华早逝 西斯科里夫 每天孤零零的在院子夺步 面颊逐渐凹险 双眼也不满血丝 他无比凄凉的承认 我的灵魂杀害了我的肉体 可我的灵魂并没有得到满足 一天 西斯科里夫意外撞见凯瑟和哈利顿 再读一本书《红红的炉火》 照耀在两人年轻的面庞上 凯瑟不时抬起双眼 望向哈利顿 他的眼睛 居然和母亲凯瑟琳的一模一样 西斯科里夫想起曾经 凯瑟琳也是不顾亨德雷的阻拦 与自己形影不离 而他如今却像亨德雷一样 想方设法做见凯瑟和哈利顿 自己这样做 和曾经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西斯科里夫如梦方醒 他不再责罚凯瑟和哈利顿人也变得温和起来 连续几个夜里 他在旷野中散步 在星空下远眺 仿佛忏悔自己的过错 又仿佛在书节旧日的新节 一个深夜 西斯科里夫微笑着离开了世界 生前的怨愤 不甘烟消云散 他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解脱 或许年轻时 我们都是西斯科里夫 遭人暗算时 总想着打击报复 一血心头之恨 可等时间浇灭胸中仇恨的烈火 我们才恍然惊觉 没有什么往事是放不下的 昨天让你咬牙切齿的人 到了今天就觉得不足为虑了 往日让你愤闷不平的是 如今也可以风轻云淡的谈起 一抱还一抱 修复不了过往的伤痕 松开仇恨的拳头 恩怨终有一天会被时间所淡化 当你不再对伤害耿耿于怀 才能从往事的泥潭中拔足而出 寻得自由和解脱 故事的结尾 哈里顿和凯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而西斯科里夫 则被葬在凯瑟琳的墓边 与心爱之人长年 前仇夙愿 如同呼啸而过的风 终于回归平静 唯有爱与希望 生生不息 王尔德曾说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一些人 因为一个人 不能永远在心中养一条毒蛇 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纵观人这一生 谁不曾经理伤害和辜负 但不能因为受了恶人的欺凌 你就任由仇恨扭曲内心 更不能中了命运的冷戒 就让自己的余生陷落在痛苦之中 怨恨如毒液 你越去反出 只会越发感到痛苦 不如放下过往的仇恨 丢开内心的枷锁 把纠缠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用来提升自己 默默地变强大 变幸福 这才是最好的报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